今天现场呢 除了来了罗哥的车之外 还有另外一款车呢 就是HONDA的CENTA FE 它也是目前在台湾的市场上面 比较少有的 第一个是台湾制造的国产车 还有它是柴油的引擎 而且它是SUV 同时还是七人座的这个设定 那我们要问一下黄总 以这样子三土匪来说呢 它在二手市场上面 又是柴油车款 它保值性高吗 是 应该这么说 它应该是国产车里面价位最高的 它这一个 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5加2的 七人座 然后是柴油的 而且是四轮传动的 要150万 149.9 那我们来谈一下 有关于刚刚 我们讲的柴油车的保值性 如果你要用现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这三年左右的柴油车 普遍我们在估车的时候 除了特殊的 大部分都会比汽油估价会低一点 为什么 那我待会分析一下 那可是呢 如果像刚刚这个三土匪 如果你是买09 08 07年这个车 它反而相对的在中古车架估值 会比汽油版贵 原因很简单 在那个年代 它的对手 不管是这个Honda的CRV 或是这个Toyota RAV4 没有柴油车 比较很少 第二点 当年的柴油车 确实比汽油车贵很多 所以以估值来讲 还有就是说老一点的车 一般的人更在乎省油 因为它的经济压力的关系 所以如果柴油是更重要 还有另外这台车 因为车也比较重 所以它的实用性就会出来 像刚刚他们有提到 实用性 还有实用的里程 其实柴油车 还要再加上一个车重 越大的车 越重的车 使用柴油 它的效能跟CP值就会出来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刚刚也有提到 什么车比较保值 以柴油车来讲 目前在市场最保值的 一个就是X5的柴油 另外一个就是 保时捷的凯燕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个车是很重的 都超过两吨的车重 所以它在油的 这个省油性上面 经济上面 还有扭力上面 都会得到加持 所以其实柴油车 并不是普遍性的 有它的优劣 而是要看它的车重比例 这些都会影响到最后 我们实际在市场上 交易的估值 那如果说有喜欢柴油车的朋友 他们在二手的市场上面 除了刚才黄总你讲的这些 比如说像是那个 B&W X5 还有凯燕之外 它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像我刚刚讲 如果是高级车的话 原则上像刚刚罗哥的 这个GLC柴油 其实就很好用 所以它在二手的表现也不错 也还不错 然后像刚刚讲的凯燕 另外像现在比较平价的 像KUGA KUGA的柴油 也是相当不错 可以值得推荐的 但是还是回过头来 其实很多买柴油 还是担心未来性 因为环保的问题 为什么要作假 就是因为柴油的环保不好处理 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福斯 几乎每家都有这个现象 只是有没有被爆出来而已 没有爆出来而已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会觉得说 过了三五年会不会造成 我在验车上面 甚至于会有问题 这是一个心理负担的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 我在买车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考虑过柴油引擎 因为其实我觉得加油很麻烦 然后就问了一些专家 或是一些朋友 他们就说 不要啦 你不要买柴油车啦 因为柴油车 你到时候要卖车的时候 都不值钱 然后我就 听到不值钱这件事情 我买到 好 怎么我买汽油车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似是而非 因为其实柴油 就是像刚刚讲的 以前柴油很贵 现在柴油比较便宜 但是还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现在的柴油 其实已经跟汽油非常接近 以前的柴油很炒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以前的柴油扭力大 马力很小 同样汽油 同样排气量了180匹 柴油只能做到140-150匹 可是现在新的引擎科技 跟晶片的设计 已经可以让柴油跟汽油 并驾齐驱 马力也做得很大 所以其实柴油 它也有它的优势 还是看你的实际需要来定论 不过我们刚才聊到了 就是现代 他们真的是最近也是风波不断 而且听说最近 在这个国际间 他们原厂也有做一个 召回的动作 而且听说这个问题 还蛮大的 听说还引起火烧车 不过这些事情是跟台湾没有关系 艾大师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新闻其实是发生在国外 国外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现代汽车进行了一个 大规模的召回 那是数以万计的一个车口数量 那它涵盖的车型也相当的广 目前在台湾有销售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现代的这个Santa Bay 那它这个是一个其实是经历了二次召回 因为二次召回之后还有发生火烧车的事件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在国外 因为在台湾以销售现代的这个南洋汽车公司是表示说 OK 台湾销售的车型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会有火烧车的疑虑 但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Santa Bay 刚刚讲的它是唯一国产七人座柴油SUV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独特性的产品 那基本上国产车没有它的对手 没有它的同期对手 李当它应该是很独特性的一项产品 它会吸引独特的一些课程 我觉得那刚刚虽然提到说Santa Bay也是国产车 台湾制造这个车里面最贵的一款 它要价将近150万 其实我认为车不怕贵 就是说你能够提供消费者什么样的一个车子 什么样的品质 什么样的服务 我觉得这才是消费者要的 听到有一些坊间就讲说 如果说你的汽油稍微再加一点点柴油的话 可以提升 就是甚至于你的动力上的表现 还有省油上面会有很大的加分 真的是这样吗 小坦 其实这个议题在网路上已经燃烧了一阵子 其实我上次有提到一个很有实验性的朋友 他不是把那个沙拉油当机油家吗 其实他自己也本身也有在混这个柴油的比例 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 其实我一直对我这个修复业者 我当然会觉得很迟疑的态度了 那他实验了半年 他就去验车 的确他的 他的COHC是有下降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你的柴油没有办法完全燃烧掉 它变成机油变多了 原本是加4公升的机油 他大概3000公里来找我就要抽1公升的机油 对 那你的柴油跑到机油里面去 当然你的机油润滑度就会下降 那其实我不是很建议 其实我们这次 我日前有环岛过一次 我们24个小时跑完一圈 然后我们想 那这我们来试试看 加柴油会不会比较省油 我们有一台吉星 他们油耗其实1公升 高速公路大概只有10而已 他说那你加好了 我们大家出钱你加 然后我们这样东部 我们到观庙的时候 其实高速公路已经开 他已经开掉一桶油了 其实我们都还没加 他已经开掉一桶油 大概35公升 所以他又加35公升 又加1公升的柴油 然后我们到台东的时候 他算了平均他的油耗 他又再加一次油 平均一公升大概多了将近快2公里 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的有实验过 那其实我不是很建议观众朋友加 因为他也是有一个比例 那有的房间是说 那这是不是就是检疫型的 汽油新碗值提升剂 那有的会有加去之油 几%加几%几%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加 你的车尽量不要太行 可能不要一个十年 有太多电脑监测的东西 像我们那种比较老的车 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去监测 有化油气的车 反正它就是供油燃烧爆炸排除 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试的话 开长途就好 你不要试居平均 对 可是 我20年前上学的时候 开车都加脏脑丸 对啊 有 网络上也有人 新碗值都是刚刚提到 类似新碗值提升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你是汽油车 你加财油车不会怎么样吗 都不会伤车吗 它是有一个比例去混加 但是那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那多数在网络上分享的人都表示说 它其实更省油 车子更省油 然后降低了什么 它的这个吸油的一个排放量 那看起来好像是有力而无害的 可是呢 但是经过保养厂很多的实验 它事实上是会造成它机油量的一个增加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为什么会造成 所以你省了机 对 而且增加的蛮多的 增加的蛮多 那然后你要知道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东西跑到的机油 你把这个柴油稀释掉到机油里面 它同时破坏了你的机油的油膜 你机油油膜破坏了 其实基本上它的散热能力变差 润滑能力变差 基建的保护能力变差 也就是说虽然可能现在短期内 你看起来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你的引擎寿命 可能减少了三成你都不知道 这就跟丢那个张导玩是同样的概念 张导玩我以前还真的用过 我也丢过 如果就算了 但是我讲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的实例 前一阵子我同学 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到欧洲去自助旅行 他租了一台Audi的Q7 结果他就去加油 结果加一加说 奇怪怎么不太顺 还可以开哦 原因是什么 他租到的是柴油车 他去加汽油 因为欧洲都是自助加油 对 那他很紧张就密我 赶快这怎么办 这样会不会坏掉 会 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找那个保养厂 快把油抽出来再换 他说没有办法 这边都自助加油 自助旅行的 这个都不熟 人生地不熟 那他就说那没关系 其实还可以开 还可以开 注意 那就是比较不顺而已 会这样子抖抖抖抖 那他就一路开高速公路 继续跑 那他就说 跑了半桶之后再去加 柴油 然后 柴油的比例越高之后就正常了 越来越正常了 然后后来他还车的时候 那个车厂的人也没发现 这样 还好 可是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科技 你看连汽油引擎都可以变成 有点压燃的效果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 Mazda不是新的 那个 那个Sky Active X 对 对不对 他甚至要把汽油引擎做得像 柴油的压燃型 对 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 稀薄燃烧的概念 已经做得越来越强的时候 汽油的压燃型是渴望 是可能的 就是汽油放到柴油引擎里面 是可能OK的 那反过来讲 柴油倒到汽油里面 其实柴油的燃点比汽油低 柴油大概300多度 气油大概500度 对不对 所以你说柴油会不会烧 可以烧 当然可以烧 对不对 但是汽油 你才有你丢火才进去 后备找 不会 对不对 汽油呢 有可能 也不会 也不会 对不对 也有做过实验 对不对 你要充分的物化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中间没有那么严格 就好像当初内燃机刚发明的时候 有汽油吗 没有 对不对 用什么油 他们什么油都实验 对不对 什么油都试试看 你只要运转得起来都可以 可是 可是我这边问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讨论到 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柴油车款的话 你突然加进汽油的话 不要发动引擎 因为一旦他只要跑进去什么燃烧室的话 你的车可能就挂掉 因为你之前有试过 就是要试一台车 可是呢 没想到那个车厂 应该说是公关公司啦 结果不小心 柴油车呢 直接加到汽油 对 就不能动了 所以 所以艾大 这个 跟他的朋友这样子 这我觉得有点疑惑 这个毕竟嘛 正常来说是没救的啦 就是如果你再加错 你要就不要打开那个影子 建议马上把油抽出来 那你可以花最少的金额来维修 那当罗哥这个同学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他可能有烧了好香 所以在国外呢 他还让他顺利的还了车子 那可能是比例问题 我要强调 就是说他可能原来就有油 原本可能还是有汽油 原来还有柴油 然后加了汽油油又不多 只是不顺 对 然后他慢慢的把柴油补回来 让这个柴油的比例越来越高 所以车子慢慢又顺 所以如果说 万一真的是说 你已经都 已经大叠了 柴油车 本来要加柴油的 可是你加了整桶的汽油进去 那应该是 那应该会发都发不掉 那应该是连发都不能发 那像 我相信那台QG 一定有一些许的内伤 不过车辆的效能 其实跟这个省油啊 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我们在驾驶的习惯上面 甚至于在动力上面之外呢 其实听说呢 好像是跟这个冷气的效能 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黄总 是的 当我们如果把AC打开了 压缩机启动了 我们知道能量不灭定律嘛 但是能量不会无源产生 所以当它要产生冷气的时候 它势必会耗到动能 根据这个 我们来做这个分析啊 使用冷气以后 大概会影响到耗油量 一层到两层之间 看每一台车的设计 但是呢 当然我们现在立场是说 我们如何使用冷气呢 又不会太耗油 那如果我们冷气的效率不够 就会耗油嘛 因为压缩机一直启动嘛 或是我们使用的 不是恒温空调 是用手动的 也许我们使用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做到很精确 那我自己的例子啊 像我们在保养厂 我们曾经添购过一种 叫做所谓的冷煤回收器 所以你定时时间到了 其实车子老了 很容易耗油 就是冷气的重托 还有我们的冷煤呢 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导致它的整个散热的效率 比较差 利用冷煤回收器 做整理的话 那这个车子的冷气的效率 会提高 相对的 我们的耗油量 跟节能的可能性 就提高了 这也是我们在使用冷气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那你说加装那个冷煤回收器 是额外加装的 这个不是 这是保养厂的一个器材 可以到有这样设备的保养厂 去做这样的冷煤回收 以及清洗里面的管线